各位請我請 是不是請各位市長看一下第十頁 我們用第十頁來看 好比如說我們可以看 我們看一之一之一 就是校長的學校經營理念 那我就是有用那個PDCA的概念來給大家看 好沒關係 好那各位可以看 像這個比如說依校長教育理念的說明 我們會勾文件 會勾訪談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校長你要提出一個檢料的文件 來說明你自己的辦學理念 那生校我們會透過訪談去跟相關人員 了解一下校長的辦學理念是什麼 就是有勾的地方你再準備文件就可以 那你看項目是 第十一之二有一個CA近四年教育證 之後在學校落實的具體成效有沒有 那這個部分就沒有叫大家準備文件 那你就不用再準備文件了 否則這種成效的東西 學校有些學校可以光這一項 這樣可以弄出好幾個建築夾出來 因為成效實在嚇死人 所以現在只要沒有勾文件的地方 各位就不用再準備任何的文件資料就對了 這是我現在這個地方 把整個資料的準備跟大家做說明 那這樣的話整個文件夾 真的是數量可以大幅的減少 大幅的減少了 好 這是幾個平件項目 那項目二我們大概就是課程發展 那各位可以看 整個原來獨立一項的資訊的部分 也被整合進來了 資訊現在只是變成其中的一個規準 一個規準 不會再像以前一樣 各位知道 上一輪的校落平件 我們每一個校長都在抱怨 那個我們臺北市很多學校沒有過的幾乎都 最主要重點都在兩項 不是特教就是資訊 那所以資訊這一次 事實上我覺得臺北市的資訊發展 如果都做不好的話 臺灣省不是更悲慘嗎 所以這次資訊就沒有獨立一項 已經把它整合到整個課程發展跟平件應用 而且是強調整個資訊融入教學這個部分 整個資訊融入教學這個部分 項度三就是有關教師教學跟專業發展 這個部分就是有標紅色字的部分 那個規準我們在這個 不好意思我先講一下 這個投影片我們到時候都會放在 我們評鑑所的網頁上面 各位校長或者每一個學校你們 都可以自行下載下去用 再跟老師做說明的時候 只要有標紅色的部分 就是希望我們希望老師可以在他的個人檔案裡面 至少在他的個人檔案裡面有準備這些資料 所以未來老師在準備個人檔案的時候 各位校長你們就可以請老師參考這個部分 把他一些在課程教學 還有個人教師專業發展上面的一些成果 把他放到這裡面來了 那更具體的 我到時候會請我們的整個團隊 再把他做更明確的說明 哪些是確實是教師要去準備出來的 那這樣的話我想會讓老師在準備的時候更具體 好 那項度三總共有六個項目 有六個項目 那項度四是學生學習一定成效表現 那這個部分就是當時配合我們丁局長的六例 六例嘛 那六例這個部分各位可以看 那個有些東西真的是沒有辦法做文件的 我們大概都把它刪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很多學生學習成效表現各位可以去看 文件並不會準備太多 它主要都是透過訪談跟教室觀察 還有校園參觀去瞭解到整個學生的學習表現 否則有些像比較情義的部分 是學校很難去拿出具體的文件出來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透過兩天 去跟學生互動的當中去做瞭解 各位可以看那個有勾的部分應該是很具體的 那如果不具體 你們要怪就怪我們的理事長 因為這一項我記得是他負責的 這一項我記得是他負責的 好 那項度五是學生輸入跟國民素養 學生輸入跟國民素養 它總共有包含六個規準 每一個規準大概就是 這裡面主要是學務處 那特別強調一個所謂公民素養的培育 公民素養的培育 好 那項度六就是學生輔導跟支持網路 這個部分大概有五個項度 有五個項度也請各位做參考 那項度七是校園環境跟教學設備 這裡面就是包括軟硬體環境 還有所謂學校文化的部分 五行的學校文化的部分 那那個 校園的那個綠美化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請大家 還有整個永續校園的經營 未來這幾年整個永續校園的經營 也請大家持續去努力 那項度八就是特教 特殊教育跟團隊運作 那那個特別是小教這個部分 現在特教生也越來越多 那整個特教團隊 這裡面特別跟大家強調一下 學校的那個特教組 特教組 請大家務必不要 學校有特教老師不兼特教組的行政工作 特教組行政工作一般老師在兼 或者是說特教老師去教一般班級 一般老師在教特教班 那原則上希望就是整個 所以這個另外怎麼強調特教團隊 從行政到教學 應該專業的地方回歸到專業去 那如果一般老師去建立一些行政工作的話 建立學校就是有辦法拿出一些證據 證實這個老師 他雖然是一般老師 他具備了哪些特教的專業 事實上是可以來協助整個特教行政工作運作 讓委員知道學校是非常重視特殊教育這個部分 好 那像杜久就是公共關係跟家長參與 這裡面包括等於是跟那個社區 還有跟家長跟名利機關跟媒體 那個整個的關係 那這個部分就涉及到整體現在強調的學校行銷這個部分 那跟社區的互動 過去除了說那個我們一再做 就是說把資源引進學校以外 這一波的評鑑也會引導大家 主動鼓勵學校走入社區 那看看你們學校走入社區有哪些具體的作為 包括主動走入社區的作為 協助社區人士跟家長活動 整個建立資料庫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未來 因為在今天這個少子化的時代 學校更應該主動去走入社區裡面去爭取學生 所以把你們學校一些主動的作為把它展現出來 好 那那個向渡史董事會的設置跟經營 這個部分我想持續都已經過去都在做了 那我們台北市到目前為止 特別是小教這個部分 整個董事會基本的運作都還算是正常 除了極少數的幾個個案學校以外 過去到現在基本上董事會的運作都還蠻正常 那這個地方我們等於是持續在看而已 持續在看 這個部分大概跟過去的整個機制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 好 這是以上十個項度的一些 那個評鑑的那個規準跟項目 以及項目的內涵 那就請各位市長參與我們的手冊 那再來就是每一個項度 就是剛講過那個評鑑希望看看整個交易政策落實的情形 那所以這個交易政策我們有請教育局 中西科他有去會小教科跟其他的單位 把一些跟小教相關的教育政策 一些應該有的具體量化指標 在每一個項度最後結束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各位市長可以看29月 好 29月我們項度4 項度4那個學生學習成效這個地方 我們就有7項的那個 7項的那個具體的量化指標 包括80%以上的班級有推動成土運動 70%以上的學生有使用深更閱讀的網站 那畢業前 學生畢業前至少有到台北市的英語前進中心去做過一次的體驗課程 那那個學校的那個台北市辦的那個多一文的競賽 至少參加其中的三項 那科展跟音樂比賽每學點至少參加一項 那普及化的運動項目 另外三年內至少辦理一張校際的交流活動 校際的交流活動 那這些量化指標原則上達成率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 喂 是要百分百嗎 70 70 也就是說我們以項度4來看 7項70就是5項 要列為那個有條件通過 那現在就是說只要你達成率 如果你達成率不到70%的話 這一項就算其他的分數再高 也不能列為一等 也不能列為一等 那所以這一次跟上次相比下已經有 真的已經有很大的彈性 所以各位可以去選擇 所以這裡壓力比較大 就是第九項 第九項跟第十項還有第六項 因為三項的70%就是2.1項 那2.1項就是三項要全部達成 那四項的70%就是2.8項 所以其他各項目的70%彈性都比較大 項目6、項目9跟項目10 這三項可能是大家在達成率上面 不過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已經是長期已經在觀察了 只要你學校過去都有做到 應該理論上講 正常來講應該都可以做到 我們這次等於是把標準再放得更寬 當然有一些指標是新的 因為在外政策隨時在變 有一些指標是新的 好 那整個評鑑就是各位回去就可以開始 根據這個整個手冊裡面計畫規劃 開始準備製品工作 那整個製品工作大概原則上到今年底 到明年的年底為 明年一月的一月底為主 那整個資料的呈現現在是103學年度 對不對 那請大家原則上就以102學年度為主 那103學年度上學期你也可以寫進去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們原則上就是看一年半的資料 原則上就是看一年半的資料 那如果你覺得你不要你只要呈現一百 我剛去這半年而已 有些我們去的時候校長可能剛 有些校長可能剛接任半年 對不對 比如說剛我就看到郭天才 對不對 他去明湖國小才半年 那半年他說我還沒有辦法展現出具體的跡象 對不對 那所以你如果說願意只要呈現一百零二學年度也可以 所有做不好都把他堆給那個葉國會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也沒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原則上以一百零二學年度為主 那如果校長你已經在學校任期超過兩年三年以上了 我們你把一百零三上學期放進來OK沒什麼問題 這個我想特別在項目一的部分 項目一的部分原則上我們給學校以一百零二學年度為主 所以像那個郭校長你的學校 你就是可以把葉校長過去那一年的一些相關的領導作為跟什麼 把他補進來 你這半年來做了哪些事情你要補充說明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原則上是以一百零二學年度來做 來做那個最後結果的判讀標準 那我們實地訪評原則上大概都會從四月份開始 從四月份開始 所以從現在十月到今年的一月底 應該大家還有四個月三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可以準備那個評鑑工作 那今年過年是一月幾號 二月 二月份了是不是 二月十八 二月十八是不是 二月十八 開學期 那所以你們現在繳交那個製品報告是什麼的 寒假結束 所以等於是讓整個製品工作一直可以做到二月份 可以做到二月份 好我們等一下再看時間 看看繳交的時間 那這裡要跟大家做說明的 我們會有追蹤評鑑 如果你任何一個項度被列為三等以下 三等以下就是含三等 如果你是被列為有沒有含三等 有啦包括三等四等五等就要列為追蹤評鑑 如果你是被列為三 後面再看好了 我現在不要講那麼快 好那整個委員的組成 跟各位報告 那個原則上還是一樣 委員包括那個大學的老師 那大學老師過去這一年 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建議給局裡面的名單 局裡面有時候會外加人 所以今年外加的一個 好像讓我們有一個資深校長非常的不舒服 那個我們經免就會跟局裡面特別講不要再聘 所以確實也請大家盡量 我們這些大學教授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太一樣 雖然我們已經事先跟他一再溝通 可是有時候人的個性就這樣 你要叫他一下子改變過來也很難 所以如果真的 大家覺得在實地訪評的時候 有受到什麼委屈就給我們反應 我們會立即跟局裡面那邊做溝通 那這樣的話 至少讓我們的評鑑委員越來越專業 我們雖然辦了很多評鑑委員的演習 那我也跟大家報告 這個有時候 我自己感受最清楚 因為我從大學評鑑這樣一路辦下來 這幾年我認識很多大學教授 我跟各位報告有些大學教授很可愛 那個名片一拿出來你會發現 那個名片上面他有一個頭銜 叫做那個教育部大學評鑑的委員 或者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委員 我都看過 可是我就從來沒有看過 有一個大學教授名片拿出來以後 上面會有一個頭銜 叫做台北市國民小學校務評鑑委員 也就是說當大學的評鑑委員 對他們來講是有credit 可是對中小學的校務評鑑委員 對他們來講是沒有credit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邊辦演習 雖然千拜託萬拜託說教授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可是他們有時候還是不來 有時候還是不來 那這個像我在做大學評鑑的時候 因為人多 真的那個評鑑委員要來上三堂課 三堂課一整天的演習 三堂課只要有任何一堂課沒有上完 他真的就不能當評鑑委員 這個我們可以做得到 可是我們台北市因為各位報告 因為教育局可能現在經費也有限 所以沒有編交通費 所以我們評鑑委員 就只能在北部地區來找 北部地區來找 那北部地區就是這幾個學校 各位很清楚 所謂北部地區就是不能離開新北市 大概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 所以各位知道人本來就少 加上我們的評鑑真的是一次兩天 一次兩天 教育局給的評鑑費4000塊 目前是全國最低的 我們台北市給的評鑑費4000塊是全國最低的 連比我們窮的新北市都比我們高 都比我們高 所以事實上跟各位報告 我們要拚評鑑委員 真的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因為你只要離開新北市 你一定要給人家交通費 甚至要給住宿費 我們沒有這個經費可以做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未來跟植魚裡面持續溝通 如果說經費比較寬裕的時候 當然我們人才資料庫來源廣的時候 有些評鑑委員我們真的就可以 就可以真的不要用 他也真的可以比較要求那個委員要來參加延期 目前做的最落實 我跟各位報告台中市 台中市他們推消費評鑑 他們的每一個委員要參加完27個小時的延期 才可以擔任評鑑委員 而且那27個小時是自費 他去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出席位終點會可以領的 這是台中市大概目前是最落實的 不過因為他們的評鑑只有一天 而且人家待遇給的也不錯 所以那邊好像還不缺人 那我們這邊事實上真的要找到足夠的人 有時候就很不容易 所以大學教授這個部分有時候如果大家 所以我們現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比較明確的做法就是說 評鑑結束的時候我們會請注意 有一張有一份簡單的問卷 就兩天評鑑委員他們實際上在執行評鑑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違反評鑑倫理的事情 請你們做一些表示意見 大家做到至少在一個對等的位置上面 評鑑委員有些比較有個性的評鑑委員 也許會比較稍微思考一下 他這樣做為到底適不適當 那退休的記憶校長這個部分我想這麼多年下來 有幾個各位很怕的退休校長 我們大概也都沒有在聘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這一點我們會努力 去現在去擔任的退休的記憶校長 基本上到目前我收到的反應都還不錯 幾個你看那個楊美玲一直拼拼點頭 你看看 我在講誰他可能都知道 那我們真的就不敢用 因為那個退休記憶校長去的時候 有時候校長這樣都被壓到實在 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家長代表這個部分 未來我們持續努力 我跟各位報告 至少我們現在做到平衡 那個裡面這一次去變成有兩個家長代表對不對 一個特教一個普通家長 因為以前一般家長都在抗議的時候 只有特教家長進來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還不錯的 就是我們高中評鑑已經努力到 家長退出去了 家長不進去了 那小教這個部分因為是國民教育 所以家長會那邊還是非常堅持 那未來我們持續溝通 希望家長真的是實地訪評的時候 讓專頁回到專頁 不過至少到這裡請大家放心 目前家長代表去都只是提供給房市委員 一些意見而已 整個評鑑報告我們沒有讓家長委員寫任何一個字 那個報告都是退休校長跟教授寫出來的 所以他們只能提供意見 所以這一點請大家放心 提供的意見也不是百分之百就一定會被寫進去 所以有時候家長會這個地方 當然有些校長還是會有餘力 因為各位知道家長會裡面 那個大多數的家長都是很認真 真的是用正向的態度去積極參與家長會的運作 可是基本上這裡面還是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其他思維的 這個部分盡量把它撿到最低 我想這個逐步來 未來我們希望真的就是讓專業的回歸到專業 我們不是講家長沒有專業 而是家長應該去學校做製品的時候 去參加學校裡面的製品工作 好 那仿視教師這個地方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了 就是一定要有一些就是那個教師會跟行政都認同很不錯的老師 我們再請他來做那個仿視教師 好 那整個校務評鑑結果的處理就是分成五等地 分成五等地 那五等地完以後那個十個向度評分以後 我們是分別給結果了 不進行全校的 不會再算一個全校成績 高中這個部分就要算一個全校成績 所以高中評鑑現在他們壓力很大 他們到最後會算一個總體成績出來 因為那個會涉及到他們能不能成為優質高中 那我們現在目前就是公佈個別項目了 那公佈的時候 那個原則上在局裡面只會公佈那個各項等地在一等到二等的 你被評為三四五等就不會公佈了 那事實上沒有公佈在上面的 人家就會知道說你這項沒有達到一等跟二等 就是表示你學校有點問題 有點問題 那所以可是至少現在就這個樣子 先把一等二等公佈出來 那未來真的事實上現在慢慢的 國際上都做到這個樣子 那個評鑑報告會整個放在網頁上面公佈 那因為原則上事實上這個我們再討論看看 那個高中這個部分我們現在規劃這樣的做法還不錯 就是請委員實地上把學校的特色寫出來 除了公佈等地以外 就是第一等跟二等以外 把學校的辦學特色也公佈在網站上 讓我們的那個臺北市民都知道說 每一個高中到底有什麼辦學特色 這個部分是我們高中今年開始做的做一個規劃 那國小這個部分因為去年的是沒有 那今年的學校要不要把你們的辦學特色公佈在網路上面 我們在思考也許到時候如果要公佈意見的話 我們真的把每一個學校真正的辦學特色 我們把它放在教育局的網頁上面 讓我們臺北市的家長都知道說 我們的國民小學到底目前每一個學校 要有哪些辦學特色出來 這等於對學校是一個正面鼓勵的 不會被照表各位可以看 如果你在校後評鑑的項度一六十 這三項都拿到一等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推薦你進入學校領導的那個優質學校的負評 那一樣如果是一時這兩項就推薦進入行政管理 課程教學就是推薦到 一項度就是跟優質學校的那個課程發展是對應的 教師教學跟專業發展 它只要你這一項通過 就直接推薦你進兩項的負評 就是教師教學跟專業發展 那校園環境這個部分就推薦校園營造 那資源統整的部分就是這三項 學生輔導、校園環境跟公共關係就六七九這三項 那學生學習就是四五六這三項 那如果都達到一等 就直接推薦你進學生學習的優質學校的負評 這大概是對照表 那這裡面我們對照過了 大概原則上指標有的都已經都有把它顧慮到了 那整個國小消費評鑑的結果 那個原則上就是那個評鑑結束以後兩個月內 結果公布以後那個學校有一些要提改善計畫 那那個追蹤評鑑原則上如果你是被評為三等了 有那個可能沒有寫出來 如果你是被評為三等了 那我們就是針對委員要你改善的建議 要你改善的建議氣做追蹤 那如果萬一你真的很不幸 那個項目被評為四等或者是五等了 那就請大家盡量就整個評鑑項目全部重評 了解我意思嗎 假設你這一項比如說項度一 那個學校領導跟行政運作被評為三等 那就是項度一這一項委員所寫的改善建議 一年以後我們去追蹤這些改善建議你改善了沒有 委員不會再外加任何的意見 可是如果你是項度一被評為四等或者是五等 那就是這個項度一年以後整個項度重新評鑑 這樣可以了解嗎 追蹤評鑑就是分兩種 三等的就是指追蹤那個改善建議 萬一如果真的不幸是四等或者是五等 就是整個評鑑項目重評 整個評鑑項目重評 好這是有關計畫的內容 不知道各位市長有沒有什麼意見